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就在民眾的驚叫聲中 一架起重機突然崩塌 發出轟然巨響 從另一個角度可以看到 起重機倒塌瞬間 鏡頭前一片灰蒙蒙 上萬名民眾趕緊往反方向逃 這裡是沙烏地阿拉伯 勝地麥家最大的清真寺 突如其來的狂風咒語 瞬間把好幾頓重的起重機吹垮 造成嚴重死傷 由於22號期 是伊斯蘭朝鮮州 將吸引300萬穆斯林 涌入麥家 為了因應人潮 當局決定擴建大清真寺 只是適逢敏感的911 這起意外真的只是剛好遇到大風而已嗎 不幸中的大境是 當時距離80萬人集合的祈禱大會 還有一段時間 否則後果將不堪設想 被穆斯林視為一生必去一次的 朝聖聖地麥家 不是第一次出狀況 2006年就曾因為麥家聖地入口附近 貨櫃車發生車禍 結果後方人潮大量踩踏 最後造成至少345人死亡的悲劇 這次為了因應朝聖人潮 而進行的擴建工程 在公安事故後 是否還要繼續進行 還是全面撤掉搖搖欲墜的15輛起重機 也讓當局陷入兩難 記者綜合報導